好,馬上就派出我們第一位嘉賓 說一些大家的經歷 讓我們觀眾開眼界 來… 我先來 長先生,我先來 立即插個王牌 為甚麼… 立即插個王牌 不…因為我的故事比較短 我想快點告訴大家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個童年的往事 是 我是一個在快樂的家庭長大的 有一個愛惜我的爸爸 很疼愛我的媽媽 他們很少打我 但我很記得我媽媽第一次打我的王牌 我如常地在做功課的時間 突然叮咚,門鐘響 我媽媽開門 我發覺誰呀… 然後我媽媽看見前面 有一個昂床六尺 又高大,又威猛,又英俊的郵差叔叔 然後她就跟我說 兒子,叫爸爸 爸爸?爸爸在房間 我叫爸爸吧 我叫爸爸 在她淫威之下,我唯有… 爸爸 一起來就拍我的頭 有搞錯嗎? 你立即叫陌生人叫爸爸 又是你叫我叫爸爸 我叫你叫爸爸 出來簽收有包裹 我說話說得很訣竭 真是冤枉被她打第一次 你真是說話也不行 如是者,好事不出門 是嗎?第二天 還有嗎? 有,很短的 不是,第二天 看你來說,很短的 是,我如常地上學了 是嗎 那天吃完午餐後 不知道為甚麼 不知道是否犯起攻心 風扇又吹吹 搖搖欲墜 我就不小心睡著了 演出場 甚麼事… 是否上課後特別悶睡著 先生 不是,對… 老師… 老師就這樣叫 很兇的… 然後我就說 不是,甚麼事 我有點不舒服,我可能有病 你哪裡不舒服 我眼皮有點不舒服 眼皮不舒服算是病? 對,不知道為甚麼 我控制不了 他媽媽自己會合起來 怎麼搞的?這是甚麼病 我聽醫生說 這些叫自閉症… 真可憐 然後我媽媽… 有自閉症 我媽媽就收到… 收到一個消息 她跟我說 兒子,旁邊的貴族學校招生 現在被插班生進去 你現在成績這麼好 你可以去試試 好吧,我們去試試吧 要去面試 當日面試的一切 我都履歷在目 我坐下 考試官就說 小朋友,你放鬆一點 我待會跟你問幾個問題 很簡單而已 第一條,地理題 最近物資短缺,很難買到蔬菜 走了幾間超級市場 都買不到蔬菜 終於找到一個熟人 替我搬到蔬菜回來 猜一下地方的名字 我事前上後,我把蔬菜拿回來 蔬班倒 他都說你很糟糕 真是新人 其實你就可以去那間學校了 對,跟我同學一起 你可以做插班的學校 他看見我答地理題那麼厲害 他說多做一條來享受 他說有一個著名藝人叫曾志偉 一心想做醫生 我最想聽這個 但他這輩子永遠做不到 為甚麼 他跟我說 是跟醫生的文書工作有關 就是醫生事 對,而且是開藥房 藥單… 但是曾志偉先生 一輩子只可以開藥房 另一方還做不到 詹師兄給我回答 是 你的鞋給我刷 是 因為他沒有價值 對,沒錯 因為曾志偉沒有價值 我們在公家時間 為何你兩隻在這裡刷鞋 最後他有一個很緊張的問題 還有… 還有… 展示這件事真是新人差 你一定要很認真地回答我 他說 阮少祥同學,你平時是怎樣上學的 我說我乘巴士 我去學校吧 他立即臉色轉了 然後就跟我說 你真的沒有司機 巴士司機 那你回去等消息吧 如是者,真的沒有消息 所以從此以後,我很甘心 去做一個很安憤 而且窮的小學生 翔詹接下來是打算開話題 有,對… 不是,接下來 我懷疑他想了很多話題的資料 但現在是無法開話題 在這裡開話題 在表演自己 沒想到,信不信由你 說你也不信 三位,其實我們需要猜 是真還是假的 是… 猜中有一分 你像本屁一樣 你這樣也猜不到 不是吧,大哥 錯了,因為我們有經驗 我們知道怎樣玩 這個遊戲是說你也不相信 這個報演 其實是真的 真的 因為他真的挺厲害 真的 還可以,真的嗎 不是 真的 這樣的故事也是真的 是,真的說你也不相信 看看是否真的 當然是對 搞錯 翔詹,有一部分是真的嗎 有 哪一部分 就是我去了貴族學校面試 真的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問我究竟是用甚麼方式去上學 我唯一… 他說不好意思,問你有沒有錢 他只能夠問你去上學 怎樣?他有沒有車 你也要上學 對… 對…